好 接下来看新的美 日 韩 中 这个之间的关系和纠葛 地区安全局势美国非常的在意 而这个时候呢 韩日有意和中国重启中日韩峰会 其实从2008年起 他们固定每年都会举办三国峰会 但是呢 因为疫情 还有美国跟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两个阵营 那使得韩日夹在中间 那么这个三国峰会就中断了四年 日韩两国在跟中方办峰会之前 先跟美国打了个招呼 他们和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会谈 希望双边平衡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 美国是极力抗衡中国 不管是在中日韩之间 或者在南太平洋扩张的影响力 因此白宫召开了第二届 美国跟太平洋岛国峰会 它要强化跟南太国家的伙伴关系 那么之前呢 跟中国签署警务合作的 有所罗门群岛 那么这位总理就没有参与在白宫的峰会 以美国的太平洋合作 那么这次少了所罗门群岛 多少也蒙上了阴影 为了拉近与太平洋的距离 拜登周一在白宫亲自接待18名太平洋岛国领袖 并且主持为期两天的第二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 拜登重申要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 并且宣布一系列强化关系的新举措 包括在太平洋国家最关注的气候变清议题上增加投资 同时向国会争取4000万美元的经费用来加强岛国基础建设 还把赴美学术交流的太平洋岛国学生人数增加一倍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常住人口加总不到2万人的太平洋岛国纽埃与库克群岛 在这次峰会上正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除了与太平洋国家加深外交联系 美方还宣布今年将首度派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 专责与南太岛国合作并且提供训练 同时美方还计划与澳洲日本印度等四方安全对话伙伴 共同投资1100万美元 把尖端海域感知技术引入南太平洋 进一步确保印太区域的安全与开放 尽管拜登在峰会上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中国 却疑似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为了应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 从南太平洋展开的反攻 来暗喻当前华府和北京之间 正处在另一种激烈竞争状态 外界普遍认为美方致力加强 与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合作 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当地 持续扩张的影响力 而去年与北京当局签署 进入合作协议 引发区域不安的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上周在纽约参与联合国大会后 直接反国 成为这场峰会上少数缺席的南太岛国领袖 这明显不给拜登面子的做法 让美方对北京当局的影响力加倍警惕 至于万纳度则因为国内政局不稳 新上任的亲中总理遭遇不信任投票挑战 因此缺席这次峰会 与南太平洋隔赤道相对的东北亚 南韩和日本在区域稳定考量下 有意与中国重启因为疫情以及关系恶化 而中断四年的中日韩三国峰会 作为东道主的南韩 周二展开三国外交官员会议 就重启三国领袖峰会展开磋商 南韩方面透露 峰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与北京当局 保持稳定的安全关系 并且共同应对北韩的核武扩张威胁 因此尽管日本核出离水 排海议题导致中日关系紧张 但三方都没有传出任何反对意见 再加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周在杭州与到访的南韩总理会面时 曾经主动提出访问南韩的意愿 进一步增加三国峰会 在今年12月18日以后 与首尔召开的可能性 但稳定中国的同时 日韩两国也与盟友美国保持紧密联系 在中日韩官员开会前一天 美日韩三国驻中国大使率先展开会晤 此外日本新上任的防卫大臣 也计划下个月初展开任内首趟外访 选定的地点就是美国 两国防长将展开会谈 彰显在当前中美竞争大格局下 亲美稳中的基调 TVBS新闻综合报导